哈喽我的打尬猴,前方为何是鸡飞狗跳啊,哈哈,原来又是你大兽哥驾刀了,随着我的号段位越打越高,匹配到的对手们也就越来越正常了,你们想看着枪啊,我号没有,那我还是掏出这个远古狙击神器天龙AWM,给你们来看看我的老年玩远镜吧,你看,这个开镜走路,是不是像极了你平常玩游戏的样子,再看这里,双倍进原地价点双倍的快乐,但是人出来的瞬间,哎,我, 我刚好收进,这个时候换座各位肯定就要拿手枪了,队友也在叫我,用手枪手枪,作为一个狙击手,不相信自己的狙,再来看这把,逼通狙击手的架,大跳对局,完成对面,我再回来企图故技从事,哎,这队友卡我,你怎么怕,是你玩个猫的CF啊,你又不是死了下巴没钱买枪了,回家玩弹去吧,此时镜头一转,来到了素材城镇,对面从一大了,我从小到回房,开镜砰死一个,然后再次开镜一个甩线,又砰死一个,最后这一记十四年的顺剧功夫,你也扛不住的 这队友怎么跟我亲戚一样啊,打得不好写你菜,但又怕你太厉害,真不愧是马上要过年的节奏啊,连打个CF都这么年位十足啊,我也来,嘿嘿,兄弟们今年回家都开什么车啊,兄弟们都买房了嘛,兄弟们今年回家带女朋友了嘛,兄弟们现在工资多少啊,别取关啊,别取关,我马上把话题转个弯,直接我盲区碰死了B区的防守队员之后,直接马踏飞燕, 又是两个躲在角落设施发的队友,我冲上来一锯就给他砰死了,马里的锯区手我开镜直接甩去,又给他砰死了,来,再出来让我投降了,他还不给面子了,对面的敌人面对我都显得很无能,这黑色城镇他是任我纵横啊,啊,我太嚣张啊,又是打不动的人空枪,哎呀,我的脸是真的疼啊,我知道看到这里有人又要发弹幕笑我了,呵呵呵呀,呵呵呵,敢笑我,敢笑我的话,我放 我放个连环屁给你们玩,呵呵,想求我,没门,气氛都红头到这儿了,啊,这不得给你们来个死亡吐枪吗,很吐很吐的死亡吐枪啊,嘿,哎呀,我还是太穷了,啊,这个网术啊,强半天才丢出去,其实天龙啊,在现在的CF,是真的非常的弱机,不过你要是碰到那种很喜欢在掩体后面蹲起蹲起,缩头的玩家,你直接就给他来一个连镜,你看他死不死,要是你们不会的话,就多看我的视频, 我死之前一定交给你们,呵呵呵,城镇老是没武杀,我直接杀不压不加,这枪隔着两个队友锁的敌人,我自己都挂身成青蛙王子,挂了个挂呀,如果你想装大叉,就得蒙着头压家,眼看我有机会拿武杀,第二次记得叫喳喳,这队友也想抢我武杀,结果他瞬间就完第三趴,我掏出手下压发爆头,武杀到手我笑哈哈呀,哈哈哈哈,哎, 又是一期毫无看点的视频,你看看,除了乱杀乱杀,还是乱杀,一会那些水友就更得发失心问我了,哎,教我教我,其实这个真的没什么好教的,说话说的好吗,师父领进门,剪机出大神,嘿嘿嘿,我这一期视频下来,相信再说各位过年的对联都有了吧,我都没有跟你们收费,这你们不得给视频点个赞吗, 你们要不点赞就真说不过去了,总是杀了正爽你就不出人了,太扫兴了,来换个图,我炸了,谁在击我,不过对面也太不给面子了,出门都不低头的,明显看不起我嘛,这不得给他们来一波操作,引起他们的重视吗,那年我把双手坐于臀部之下,都不知道什么叫对手,阵营也好玩呀,这中门打烂了都不但腻的,我八把来中门和敌人们玩耍,他们是真的拿我没有过, 有办法,你看这个人,其实这把比分落后呢,这个我可以解释的,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中门被玩烂了,是他们不怎么进攻中门,一看拿到五分之后才进攻中门,才在中门和我对队,你看对吧,一来中门我就要拿下了嘛,嘿嘿嘿,这话说的我挺心虚的,不过敌人也确实没想到,我带了两把剧,我这三十年的导管技术真不是和你们闹着玩的,不信你看啊,坦在地上, 地上的敌人有多惨,啊,这把开局教科书般的道具炸外场,随即跳上栏杆锯掉一个,事不可挡,随着敌人发起的一波冲锋,我的队友全部倒下,我回防必去掏出的手枪,这手枪,无愧我三十年倒过的管儿,这个时候我悄悄的看了一眼进度条,好像视频快要结束了嘛,不知道你们还想看些什么样的视频呢, 欢迎大家在大幕或者评论区留言告诉我,说不定下期视频采用的就是你的意见呢,OK,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,大家白了个白呀